我们公司出事了 代言人的丑闻 影响了APP的口碑了 而且这次金董 召回了之前的总经理宋雪 来处理这次的项目危机 总感觉又重要 把赵总架空的意思 看来赵总这一夜 是想通了不少啊 职场嘛 还得勤思考 不要以为 抱了一棵大树 就能一劳永逸 我并不是反对 办公室恋情 但毕竟 嘉欣是我儿子 你们不要让我太为难 我明白您的意思 所以 不用您说 我自己离开 你辞职了 从今天起 你不用再叫我谈恋爱了 也不用陪我工作了 等等我 你这是干吗 我陪你休假 作为一名合格助理 老婉都离开公司了 把她这干吗 这人生 就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 爸爸是多么希望 你能够早早地 站在塔顶上 什么东西啊 我养了这小猫 养宠物 那就是万物丧失 我带到过去 不是 我拉着过去 我拉着我 那有点 我家的 我才我们太za 了 我要做 我带到其他 我再一个 那我再有点 我再一个 我再一个 这一手 我再一次 我再一个 你承诺你 我再一个 你一种 你还不能在 你承诺你 我再一个 轻轻地扎拔一下 能引起我心跳变化 可我却不敢告诉他 这感觉不可思议啊 为了你 就勇敢一次吧 臭弟弟 还想吓唬我 来 他说了 我这样啊 我都在你公司楼下 在我们楼下 我们现在都变成了爱情的失败 你不一直也是爱情的失败吗 你怎么说的呢 没行 我就继续问下去了 赵总啊 你不在了这些日子里面 公司被他弄得乌烟长青了 我们先商量出一个 合适的方案给他 然后再想办法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